国际社会它对一带一路最大的误解 误图是什么呢 总是觉得中国想做西方殖民统治者 曾经做的事 不管欧美怎么说 发展中国家参与了一带一路之后 很明确地感觉到了 他们得到了什么好处 所以我是觉得 不要在乎那些欧美的这些西方的媒体 怎么说 你要去说你的 你有替代的方案吗 有全部是天上花大饼的 现在意大利也放出风说 可能要退出一带一路 意大利不管它怎么样 Domino effect可能性基本上是没有 未来的市面 您觉得一带一路的方向 会不会有一些调整呢 下一步是工业化 制造业 另外还有现代化 现代化包括数字经济这一块 我觉得2.0会偏重这方面 刘先生欢迎您来到大便局节目 谢谢 我们知道今年是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这十年来 您本人对于这个倡议的认知 发生了哪些变化 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是叫口号 不是很现实的东西 要把周边的国家 几十个上百个国家 能够全部连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但是现在看到了 一带一路1.01过去 真的是做成了 好几百个大项目 一百多个国家加入 而且真的是互通 通了什么呢 通了商品 通了人 人的流通 还有想法 还有ideas 就真的做成了 那中间您的这种认知 有没有发生一定的波动呢 或者说动摇 动摇是没有 但是总是觉得挺别扭的 西方媒体跟西方政府 不停地想要捣乱 而且抹黑 比方说 他们说 economic coercion 经济胁迫 我非洲的朋友跟我说 多胁迫点啊 那就多帮我们建一些 高铁 多帮我们建一些大楼 多帮我们建一些 矮港 飞机场 这个胁迫来得越多越好 多多益善 但是西方媒体 还是不停地这么说 不管他们有什么 负面的声音出来 拿非洲来说吧 非同组织的一个高级官员 跟我说过一句话 他说我们过去十年快速发展 要感谢深圳 华为跟中兴 就是ZTE 帮我们建我们的基站 让我们有了整个网络的覆盖 只有深圳的供应链 能够做出45块美金的智能手机 能够让我们家家户户都可以 有智能手机 这对我们的小孩的教育 对我们银行的这个交易 对我们的这个社交媒体 信息的这个流通 有不可想象的这个好处 这个是非洲过去十年 发展速度那么快的 重要原因之一 只有中国 有这么大的供应链 这么全的供应链 这么高效率的基础设施 能够做出45块美金的智能手机 全世界没有别处可以做得了 您是浩然资本的联合创始人 我想您对这个资本投资 是非常有研究的 那在过去的这个十年中 中国在一带一路的投资的回报率 怎么样 中国投资了多少 它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又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要讲回报率啊 你有一个公司的回报率 有一个公司的股东的回报率 还有整个社会的回报率 还有国家的回报率 全部加在一起的话 回报率对中国来说是挺可观的 一带一路做了什么 帮很多发展中国家 建了很多基础设施 能够更多的这个商品的流通 包括我们出口更多了 对中国社会 中国整个经济 支持力是非常强的 还再加上 一些国家变成good neighbors 好邻国 大家的经济都绑在一起 也更多的流通和相互的了解 这些都是好事 这个是算不出钱来的 国际社会 它对一带一路最大的误解 误图是什么呢 总是觉得 中国想做西方殖民统治者 曾经做的事 总是这么说 但是中国这么几千年 完全可以到外面去占领别人的 觉得都没有做过 他们也不考虑一下 中国历史上没有 没有这种先例的 没有先例就等于不会发生的 应该不会发生 现在要发展的 发展中国家还很多 中国是觉得 能够帮这些发展中国家 崛起 又创造了新的 中国制造业的市场 对着他们的资源 对你自己的这个产业来说 没有什么帮助吗 但是他们赋予了 对你的制造业来说 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说 比较难的一点 就是说你很难去证明 你没有这个想法 比如说我要证明 我自己做了一个什么事情 是比较容易的 但如果说我证明 我没有这个企图 是非常难的 西方国家因为它的殖民统治 整个历史是摆在那的 他们到这些发展中国家去 根本是为了什么 对了多资源 就像尼日尔 现在有政变 新的政府就说嘛 我们有钥 有钻石 有黄金 有各种各样的矿 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泛指 但是中国在这些地方发展 不仅是发展了 他们的交通运输 另外还提供了 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 能够让他们能够更好的 自主地去发展 而不是掠夺 您说的我理解为 就是一带一路 让中国的朋友圈变得更大 对欧洲呢 至少在现在 还是跟着美国走 但是欧洲内部的这个矛盾 也越来越严重 俄乌战争导致了 欧洲的这个经济衰退 所以他们也会发现 跟中国合作是好事 而不是对他们不利的事 所以原来不是说要脱钩吗 后来又软化一点 说是de-risking 对 降风险 现在又开始说 跟中国合作是必然的事情 那我们看到美国和欧盟 也提出来一些 基础设施建设的这个计划 或者是倡议 最近的G20峰会上面 提出来印度 中东 欧洲的这个经济走廊 您怎么看待这些倡议和计划呢 它是在挑战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吗 有几个中东国家 也参与了它的这个参议 其中一个中东国家的大使跟我说 根本是pie in the sky 天上画饼 我说为什么 他说美国基础设施现在烂成这个样子 还说要帮我们建基础设施 美国最新的铁路是什么时候建的 一百年前 印度能建铁路吗 一百五十年前可以 现在没有了 另外还有更重要的是 我是觉得他们根本没有条件 没有这个资源 也没有这个能力 也没有这个技术 去做大规模的经济走廊 所以我是觉得这完全是一个 像那位大使说的 pie in the sky 天上画饼 根本是虚的 美国难道不清楚它自己基建的实力吗 既然它那么多年都没有修过一个新的铁路 它为什么还可以提出来这样一个计划呢 提出来这个计划就是拉好向印度讨好 这个可不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口头的承诺 它口头的承诺可多了 像去年好像也是G20提出的 Indo 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印太经济框架 现在连一张纸都还没有呢 已经一年多了 那它做了这么多 就是这种口头上的承诺最后都不对线 这对它的影响力形象是有影响的呀 肯定的 这些发展中国家现在越来越多的知道美国靠不住吗 我很难想象一个世界第一强国 它会做出这种兑现不了的承诺 一而再再而三的 一个是兑现不了的承诺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做出的承诺然后反脸 像特朗普当总统的时候 巴黎气候协议 已经签了的 对不起 We're out 我们不干了 伊朗的反核协议 对不起 我们走了不干了 美国已经多次这样子 或者是根本对全球做出的成果都是虚的 越来越多虚的东西 不过我看美国经济情况是 他们也只能够承诺唏嘘的 如果有一个一万亿美金 他真的去那边搞吗 还是自己的基础设施先搞的再说 美国的基础设施一塌糊涂 地铁也是一百多年前的 不晓得你们看最近有没有看到 在美国纽约的地铁 那真的是可怕 老得可怕 所以我才在一个节目里面 我就说过 美国啊你应该参加中国的一带一路 那美国加入了一带一路之后 他对于美国自身 以及对于这个整个国际社会 会有哪些影响呢 至少美国会希望他能够多花点钱 在他自己的基础设施上 而不要花那么多钱在军费上 那当然对美国来说 他要承认他的基础设施非常落后了 这个他至少现在面子上拉不下来 因为从欧巴马当总统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说了嘛 要搞那个基础设施 那个时候就说 哎呀一万亿两万亿要做基础设施 就做了吗 一点都没做 我是觉得美国这块啊 他的去工业化去的太快太猛 搞到没有做基础设施的这个基础了 因为你需要工程师 需要基础设施的各种各样的制造业的支撑 这些他基本上都已经去掉了 他应对全球化 应该把经济基础全部往现代化挪 而不是就是把一些厂挪走 然后不顾这些被解聘的工人 所以才会有Rust Belt 才会有好多工人失业 但是这些工人呢 完全没有受到培训 不能够进入新的社会 新的经济体 南方中部 基本上都已经衰退了 去工业化就是让他们 老百姓没有工作 我们现在把眼光投向欧洲 意大利是第一个 假如一带一路的发达国家 现在意大利也放出风说 可能要退出一带一路 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它会不会有多米诺骨牌的这种效应 我觉得不可能 意大利是一个特殊情况 因为它是极右派上台当总理 那个在某一个程度上是领兵美国的 所以跟着美国走 但是你看其他的一些一带一路的欧洲的国家 像希腊像葡萄牙 一点都没有说不愿意参加 而且还是积极的参与 现在一带一路的国家呢 大部分都是全球南方的 发展中国家 希望能够有更快的 更好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的速度 意大利不管它怎么样 dominal effect可能性 基本上是没有 因为大部分的国家 或者说几乎所有的国家 参与了一带一路 都得到了好处 而且中国不是逼你怎么样 相互商量 一起来做 您刚刚说的一带一路 它是发展的国家参与的比较多 但是刚刚我们谈到 美国的基础设施状况也不理想 其实发达国家 同样也需要基础设施的建设 对 欧洲现在很多基础设施 也很老了 很旧了 但是欧洲觉得自己是老文化 所以面子上放不下来 美国是绝对不可能 我们是老大 怎么会需要中国的帮助呢 可能他们的政策还是不够务实 对 不够务实 您觉得在当前这个国际形势下 我们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 它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我倒是觉得 没有什么最大的障碍 所有的这个案子 都是一地一地来研究 来分析 来判断 来推进 意大利说也许要退出 但是发展中国家 还是非常踊跃 非常积极地参与 因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 他们看到了 中国能够做的 要致富先修路 修完路以后就可以 做制造业 做现代化 做工业化 这些他们都看到了 中国是已经非常成功的 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那中国能够成功 我们也能够成功 就是学中国的 尽量学中国走的路 不管欧美怎么说 但是发展中国家 参与了一带一路之后 很明确地感觉到了 他们得到了什么好处 所以我是觉得 不要在乎那些欧美的 这些西方的媒体 怎么说 你要去说你的 你有替代的方案吗 有 全部是天上画大饼的 提到一带一路 我们自然就会想到 基础设施建设 那么在未来的实验 也就是说 一带一路2.0版本 您觉得一带一路的方向 会不会有一些调整呢 一定会 我觉得一定会 基础设施是基础的 就是必须要有这个东西才行 有公路 有铁路 有电 有通讯 有这些东西 你才能够做下一步 下一步是工业化 制造业 另外还有现代化 现代化包括数字经济这一块 我觉得2.0会偏重这方面 因为现在像中东来的 阿联酋也好 沙特也好 克塔尔也好 库威特也好 他们来的这些部长 一个个都是希望跟中国在 制造业 在工业化这方面 能够有更深的合作 所以他们已经感觉到了 基础设施有了 现在是下一轮 下一轮就是 社会的现代化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再长远一点 在20年之后 30年之后 您觉得一带一路 产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要讲预期的话 我可以看到的就是 中国是一个大国 人口多 市场大 而且技术设施已经很完备了 但是有很多中小型的国家 他们不可能有中国的这些条件 所以下一轮要发展 就是区域的经济融合 像中亚是一个区域 东南亚是一个区域 中东又是一个区域 北非又是一个区域 这样子你可以在一个区域里面 第一制造更大的这个市场 另外还有就是 供应链可以变得更完备 而不是说你每一个国家都去搞同样的一套东西 这样子效率就更高 所以我觉得今后十年 除了工业化之外 还有区域化 谢谢刘先生 谢谢您做客大编剧的节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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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